大家好,我是Hexus 你看過我IG漂浮的照片嗎? 酷幣是不是? 今天我們要討論台灣最敏感的話題 波愛做 嗯... 阿東阿布教美語 這個問題我觀察到很久 我聽過有人說 我們台灣人很糟糕 都亂做波愛做 人家沒有禮貌 真的嗎? 你們是跟什麼國家比較? 新聞也常常報導波愛做的事 波愛做感情北是很愛上新聞 欸嘿嘿 難怪我最近都沒有猜上新聞 好過分 他們太愛強盡頭 哼,沒錯 我知道 蘋果不愛我 不過我覺得波愛做單新聞很怪 所以我決定要派 台灣最大爭議 波愛做 看新聞就知道這個問題多離譜 孕婦被阿嬤罵 阿嬤被孕婦打 波愛做該不該叫做 企業遊戲做 你不會不好意思做嗎? 你是誰 給我站起來 幹沒禮貌 作者避給 戰者 選擇online 可以做成首期遊戲吧 唉 這個問題怎麼嚴重嗎? 戰者會死掉嗎? 讓我也會很丟臉嗎? 丟臉嗎? 欸你很丟臉耶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吧 起碼沒有美國學校開槍嚴重吧 也沒有毒硝眼中 也沒有... 那應該你們懂吧 那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差異 卻愛做問題在哪裡 到底 我個人覺得主要的問題有兩個 台灣人很習慣當奧客 要求很多 啊... 愛講道德說別人該不應該什麼 所以 只要很多規定 叫別人 母堂哦 但是規定有灰色地帶 就完蛋了 咳咳 唉... 也很喜歡叫別人道見 很drama 很八點當 其實大家合作有一點功的心 這樣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不要很自私就OK啦 如果我坐捷運12年都沒有問題 我相信你也可以 另外一個問題是 一勞買勞 這個問題在台灣很嚴重 尊重長輩是好事情 但是長輩不應該要求這種尊重 尊重是要得到的東西 不是免費的 態度很差 我幹嘛要尊重 聽到了沒 哼哼哼哼哼 問題 你覺得不愛做的問題怎麼辦 我覺得 如果大家不要 物如 要求 罵人 鬥人 嗨... 互相幫忙 合理合作 如果要站著 忍耐一下啦 就不算問題 是不是 Hello 我是黑樹貓 毛米可以做不愛做嗎 啥 沒有 那我不管 不管你做在哪裡 還要按讚 訂閱 分享 喵喵喵喵 辛苦我了 Bye 謝謝大家 Peace 下個禮拜 在這邊你的頻道 天 阿東阿東阿 阿東阿東阿 阿東阿 阿東阿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